台中市宣布跟进 下个礼拜起高中以下各级学校暂停实体授课一周 而国三高三学生则是停课到毕业典礼的晴一天 但是幼儿园课照中心还有补习班维持上课 对此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批评 停课要有完善的规划配套 政府决策太慢 而台中儿童BNT疫苗施打 延至5月30号才会开始开打 也比外线市来得慢 让家长忧心 台中市也宣布了下周期高中以下学校要暂停实体课程 从5月23号到5月27号 孩子们在家里面远距线上上课 台中市高中以下学校暂停实体课程 改采线上教学 其中国小国中高中生5月23到27日停课 高三国三学生则是停到毕业典礼前一天 但幼儿园课照中心以及补习班维持正常上课 不少家长松了一口气 但也有人说幼儿园为什么不停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就批评 停课要有完善规划配套 是否决策太慢 就连台中儿童BNT疫苗施打 延至5月30日开打 也比外线市慢 拖到530之后 我想这个民众就会有相对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的市政府比别人慢 我觉得这个就是市长应该好好检查 我们从5月17号的时候就开始做筹备 并且发送家长的施打医院书 蔡副院长如果说不太了解 我们已经多次在记者会所宣导的 欢迎多多的来收看 师傅强调没有慢而且还分秒必争 台中市在成立大型PCR给药得来速 裁检看诊领抗病毒药物一条龙 一天服务量能最大可1000人次 随着确诊数攀升 台中市防疫工作持续进行中不能松懈 记者中部最好发道